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酷酷喵 那相信大家在網上看過我們的文章之後呢 相信大家對我們今天要開箱介紹這款由俄術所推出的 ROG STREAK SCORPING NX這款機械式鍵盤 有了大致的認識跟了解 那我們接下來會透過兩個影片的演示 然後來大家看一下這款鍵盤它在背光的效果 以及大致它相關的功能組合鍵有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以及第二篇我們會做一個遊戲的測試影片 然後來看看這款專門為FPS第一人稱 涉及遊戲所特化的這款機械鍵盤 它在遊戲中的一些表現是否能夠勝任遊戲中激烈的戰鬥場景 好那我們就先從鍵盤的多功能組合鍵來做介紹 那這款鍵盤呢它主要是靠FIN加上其他的功能鍵做組合 然後來形成它的一個功能相應的功能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在鍵盤的上方由F5到F12都是相關的功能鍵 你可以在驅動軟體裡面 而是它專門的驅動軟體裡面去做設置 可以去更改它原本默認的功能 然後這上面它的功能呢像是F5的話呢 主要是一個播放音樂的功能 多媒體播放器它的一個播放音樂功能 然後F6是暫停 F7 F8呢是上一首跟下一首 那F9呢它是一個靜音的功能鍵 F10 F11呢是降低量跟提高量 那我覺得最有趣的也是最實用的功能呢 是這個F12這個隱私鍵 什麼是隱私鍵呢 比如說你在電腦上面呢正在做一些比較機密的 比較個人隱私的操作的話 這時候剛好有人來打擾 那你只要一鍵按下去 你就可以馬上從正在執行的程序呢跳回桌面 就像穿過水無痕一樣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我相信呢尤其是很多男性朋友啊 這個按鍵是非常實用的 這個很體貼啊 這個非常了解我們男性玩家的需求 好這個是題外話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是要看看這個鍵盤它一些大致的背光效果 當然啦這款鍵盤如果你是用組合鍵去來選擇你的背光效果的話 是相對來說功能比較有限 有的背光的效果也是玩法比較有限 主要還是要搭配它的驅動軟體才能做比較細項的功能 背光功能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一開始最普通的呢就是單色背光啦 那單色背光你可以透過fane加上這個delete end跟paged down這三個按鍵呢 來去調整它的顏色 那就像調色盤一樣你想要什麼樣的顏色 你都可以透過調色這三個按鍵去做一個改變 當然呢這可以用fane加方向鍵的上下來調整它的亮度 之後相關功能呢只要是有關調整亮度啊或者是它的一些這個功能的切換 都是透過fane加上方向鍵來做實現的 那方向鍵的側面呢也有相應的英文注釋 能夠讓你大致的知道說它這款功能鍵搭配fane組合的話會有哪些效果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個背光功能呢是這個呼吸的換色效果的背光 那它這個換色的頻率呢或者是它的這個亮度啊 那我們當然可以在這個驅動軟體裡面去做更細項更改 那鍵盤這邊的話呢應該是只能夠調整它的亮度 好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功能 下一個背光的這個效果呢它是一個單色RGB背光的這個色譜的變化 它會隨機的進行在顏色之間切換 那它的這個亮度呢也是可以透過快按鍵方向鍵的這快按鍵去做實現 但是呢如果你要改變它的速度的話 它也是轉變速那就要在驅動軟體裡面去做設定 好接下來的這個就是所謂的彩虹漸鏡式的這個RGB背光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會喜歡的一個背光效果 那可以同時在鍵盤的整個面板上面看到 像彩虹般的顏色漸變游移的效果 那透過鍵盤的組合鍵 它這個上下鍵你可以調整它的亮度 至於它的遊移方向或者是它的這個速度的話 遊移的速度的話呢 你就需要到驅動軟體裡面去做更細節的設定 這個是按壓之後會產生一個RGB彩虹漸移的效果 從你按鍵按壓的區域去做一個由內而外的擴散 當然呢這個擴散速度呢也可以在驅動軟裡面設定 那這邊的話呢你只能夠調整它的亮度 亮度 好那其他還有呢幾個功能的背光的功能呢 也同樣可以經由FAN鍵加左右方向鍵來去進行這個切換 那相應因為我們影片有時間的限制 我們不能夠錄製太長 那接下來的效果呢就可能要到我們的文章中 然後去讓大家細細品嘗 那我們接下來會進行一個遊戲測試的環節 那就讓大家看看這款鍵盤 它在第一原稱射擊遊戲裡面 它會帶來一個怎麼樣的發揮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進入第二部影片吧 我是哭喵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